降电源线介绍 打开总电源开关 持钮为紧急按钮 向左侧旋转为启动 按下为停止 看电机的旋转方向是不是箭头锁止 如不是电源线调整为箭头方向锁止 定器滑杆上面抹上浴花纸 还有这个滑道 定器也涂抹浴花纸 压瓣口里定器涂抹浴花纸 还有这个拆装购物汤 铺抹浴花纸 检查 大点近点 定器检查卡爪上的螺丝4号紧固 有的油存定器往里打造黄油 浴花纸 为液压油指示油闯 但液压油确实定器往里嫁油或者是更换 使用液压油注油门 使空气开管为液压行动开管 如果液压开管示威开管 不好使的时候看看它是不是已经跳下 断电了 两个为保险室 如果十字开管或者是脚踏开管施灵的话 看看它是不是有熔断的地方 这三组电磁阀 这三组电磁阀 升降电磁阀 左右移动电磁阀 爪子的闭合电磁阀 如果 有一个 单独就是放向 左右移动或者是升降不剩的话 找准 相应的电磁阀 两侧的中心白点 来回 推辣 半栋开管 使其回味 磁油口为磁队油 主油口 磁油窗为磁队油的检查窗 机器放平的时候 机器放平的时候 齿队油页面 露出为不缺油 如果看不着油的话 油味这个需要加油或者是不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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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